歌手張祺慧於2014年結婚 兩年後產下愛女阿寶 也經常在社群分享一家人的日常生活 27日她發文透露 女兒因為生病不舒服 所以前往診所就醫 提出醫生說是扁桃體發炎 不料從診所返家後 女兒開始逐漸發燒 整個人混混欲睡 雖然在晚餐期間 女兒吵著要吃自己的食物 但還是沒什麼精神 28日凌晨她再度發文透露女兒一直不退燒 讓她擔心的睡不著 期間張祺慧還不斷用冰毛巾替女兒 冰覆額頭和擦身體 希望能藉此替她降溫 不料一直到早上情況都沒有好轉 因此她帶著女兒再度就醫 進行流感快篩後 最終確診為A型流感 由於現在是病毒的高峰期 張祺慧不忘提醒家長們 如果孩子高燒不退 昏昏欲睡 而且沒什麼精神的話 一定要好好觀察或就醫 再次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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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